近日,中国第18批赋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来临之际 组织全体官兵重温维和誓辞 打牢官兵忠于祖国,误辱使命,展示国威的坚定信念 在活动现场,维和官兵身穿蓝色防弹背心 头戴蓝盔,脚蹬坐战靴,举起右拳头 面向鲜红旗帜,庄严宣示 宣示后,官兵表示一定牢记强军目标 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进一步驻牢忠于祖国,为国争光的思想根基 用实际行动践行忠实旅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誓言 重温维和誓辞 让我们全体维和官兵 感受维和的责任与使命 牢记惊人身份 强化使命意识 坚决投身维和战场 坚定完成好维和任务的信心与决心 坚决当好新时代 维护世界和平的蓝盔先锋 此外,中国第18批复离维和官兵 还向全军官兵送上了八一建军节的节日祝福 并组织战备演练 提升和强化突发情况下 部队应急作战能力 不立不立和部队 祝全军官兵 建军节快乐 我们一力终于祖国 不如使命 展示国为